小姐 小姐 你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 太太 我拦不住她 你下去吧 何楚天 你谁啊 何楚天 你在外面到底有多少个女人 你给我说清楚了 你给我说清楚 你是不是内心寒的呀 我没找你 你反而来找我了是吧你 好 我 我是来找何楚天的 跟你没关系 你走开 怎么就跟我 走开 你 闭嘴 何楚天 你也算是穿过军装 打过仗的人 你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田地 你对得起我姐吗 她为你吃了这么多苦 当年日本人金山魏登陆 你们赢集体阵亡 她连命都不要 跑到战地上去找你 她跟我说 不能让你瀑石荒野 就是背也得把你背回来 结果只找到了你的军帽 她带着你的遗物 跟你母亲回老家 她为了可以让你 二十年以后 重新投胎做人 她不惜跟你明婚 明婚的女人 这一辈子是不能再嫁的 你知道吗 她竟然是一个英雄 她竟然爱你 她从死人堆里边爬出来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还是紧紧地抱着你跟你母亲的牌位 可你呢 你是怎么对她的 你就是现在这样报答她的吗 说完了吗 没错 说得特别好 我就是条狗 何楚天你怎么那么丢人啊 我现在就给我爹打电话 老婆老婆 我跟你说咱俩日子没法过 别闹了好不好 要走也得我走啊 什么时候轮到你走 我滚 我滚回南洋去 要是没有我们季家 你就是一条狗 我就是一条狗 我说你怎么这样 你追我的时候把我捧上天 现在把我踩在脚底下 你算什么东西啊你 老婆老婆老婆 你千万别生气了 行不行啊 今天她妹妹也在 我跟你姐姐 就是顺周顺水啊 玩玩而已 是你姐姐认真了 是她姐姐认真了 顺周顺水 我姐太傻了 怎么会相信你这种混蛋的话 你说的这些问题啊 回去问你解释啊 别在我家闹了 再闹我就对你不客气 我问 别闹了 你不就是要钱吗 我给 只要让你和你姐永远消失 我不需要你的姐 钱是这个世界上 最不值钱的东西 姐 你们刚才说的话 我都已经听到了 你我不过是顺周顺水 你没有必要付我钱 我今天来只是想把这个给你 你自己给你母亲一个交代 还有你的牌位你也拿回去吧 从此你我再无瓜葛 在我心里三七年一月十五日 何楚天已经死了 乐雪 我们回家 我不走 我不能让这样的禽兽 白白欺负你 记住 只要你内心是高贵的 没有人能够欺负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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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让我伤心的不是疫情 是便捷 你说这样一个人 从打鬼子到落水投靠鬼子 这得多大的勇气跟自信啊 他要是现在在我面前 我绝对一巴掌打死他 我真的好羡慕你 所有的情绪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宣泄出来 这就是咱俩最不一样的地方 我吧 敢打敢闹 了不起就是个外伤 可你呢 事事压抑 全都是要命的内伤 我跟你不一样 你从小就有爹宠着 我十岁就没了父母 早就已经习惯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了 你怕什么呀 以后有我呢 咱俩怎么打闹都行 别人要是敢欺负你啊 我绝对打死他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这件事就不要再告诉文轩了 文轩要是知道了 肯定不会放过何楚天的 我是怕他担心 书颖啊 这套衣服 原本是老杰克悄悄让我做的 说是等打完仗帮你筹备婚礼 可那个他不是牺牲了吗 我们就没敢拿出来 怕刺激你 可这家伙又活过来了 还成了汉奸 这衣服啊 你自己处理吧 这件多好看呀 留着 我姐以后还得风风光光嫁人呢 至于这个 宝峰 给我一把剪刀 全部给她剪个稀巴了 若雪 别跟物件过不去 宝峰 拿去转送给有需要的朋友吧 好的好的 你们还没吃早饭呢吧 这油条啊 你们得赶快趁热吃了 不然再放就放皮了 我要去给张太太送饭呢 那两口子啊 天天在街上站着 也不是个事啊 张太太那精神头 可越来越差了 书莹 要不你想想办法 劝劝他们吧 别劝了 这是他们最后的念想 行 那你忙吧 小昆实在是太可怜了 都传是日本人掳走的 可政府就是不作为 这就是王国的滋味 明明在自己的家里 就要看别人的脸色 什么呀 周三丽人大学校庆 届时傅青海市长将清明演讲 这不就是文轩那个学校吗 这个傅青海啊 才是全上海最大的汉奸呢 我要有个炸弹 绝对给他埋在座位底下 砰一下给他炸稀巴烂 用山开私两扇 转后 开启了 可你的还是一件事 麻烦的切意 因为 antiqu帐 却发现什么 自己种类是为了 明天 你们将会在上海 掀起一番惊涛巨浪 你们的名字 将会载入中华史册 你们每一个人 将会成为国人口口称赞的 抗战英雄 来 我们布置一下 明天的任务安排 明天 学校将会一级戒备 无关人员 将无法混入校园 所以我的人 只能在外围做接应 不过你们放心 我们会用最严谨的撤退方案 保证大家的安全 并且第一时间送你们去重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们从礼堂逃出学校 这段距离将近五百米 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保障 我们必须要靠自己 拼杀出一堂血路来 原则上是的 李老师 你不能在任务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就带着悲观的情绪 同学们 信念感 才是我们制胜的力量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有 所以这次会更危险 是啊 后果我也没有办法说清楚 你 你要干什么 痛苦遇见 书莹 谢谢你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做 对不对 我甚至不敢想象若雪知道以后的情景 我可以说 弟兄 你也不愿意 是啊 要抗战就一定会有牺牲 如果 我说的是如果 如果真的出了意外 我们就要做好 为国牺牲的准备 行动前 将药片缝在衣角 万一不幸被捕 只要咬一下衣角 此药毒性巨大 只需三秒 不会有太大的痛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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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ped 来 李起位 离啊 오�正我 岳梅 睡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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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来信说 下个月来上海看我 给我过二十岁生日 我想我妈 想吃我妈抱的三鲜下饺子 妈 我妈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师傅说坏了 你是要我的命啊 昨天调试还好好的 谁知道是哪烧坏了呀 需要修多久啊 这东西可没准 关键是不知道哪儿坏了 有备用的吗 备用都没有 但是 以前淘汰那台 在图书馆小会议厅用着呢 那还等什么呀 赶紧的呀 对对对 等一下 检查 检查 见解吧 等等 不好意思 我们要检查一下 干什么呀 我们教室这儿的老师 我接到的命令 都得查 是这样的 这个设备现在太老了 不能随便乱碰 万一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是吗 那也得检查 查 你别乱拽啊 小心给拽坏了 这个不能动 你们轻一点 要小心 李老师 李老师 我等半天了 你可算来了 你们怎么磨磨蹭蹭的 来不及了 快点 进去进去 进去吧 快点快点 要不您去试一下 要不您去试一下 喂喂 怎么样 有了 微轩 不会再出问题了吧 这个不好说 这台机器啊 太老了 不行 你得给我保证 它不能再出问题了 教务长 这台机器老实坏 李老师已经修过很多次了 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留下来 只要市长的演讲 四十五分钟之内不出事 我给你们记忆大功 好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来 欢迎 欢迎 欢迎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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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市长 欢迎市长 来来来来 请 里面请 来 你们 这对这边 这对这边 下面 有请市长为大家讲话 大家欢迎 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 同学们 知识和文化 对于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民族 意义重大 连年的战争 让我们的国家千疮百孔 民不聊生 相比其他国家我们落后太多了 如果此时我们还受人蛊惑 一味地想着去拼杀 去对抗 试问 结果又会怎样 这就如同一艘破旧的旅船 能不成功怎么办 撞向铁甲军舰 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 我来小办法 拿国家的命运 拿国家的命运 开玩笑 把人民的生命当做儿戏了吗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 都要好好学习 我还希望 这怎么回事啊 线路问题 我来检查一下 搞什么名堂 你 我去 走 拉下 别慌 打阵醒 快点 非常 страх 搜避了火 别问了 快 走 快点 快 快 快 走 快 别动 抓过身来 抓过来啊 怎么是你啊 走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走啊 快来人啊 他们从这边跑了 来 走 走 走 快 跟上 快点 走 走 真的快去 走 你叫 走 你叫 Di 女人 妈 救我 快快快 丁老师 快上车 上车 上车 快 快点 来 快 走吧 小五 小五呢 小五呢 小五 礼堂不好说的时候 我们还在一起 警察追来我们就跑散了 停车 我要你掉头停车 放下枪 丁老师 请你冷静一点 失去了一位战友 我们跟你一样难过 可是你不能拿着我们这么多人的性命去冒险 你知道 小五同学一旭已经牺牲了 更有可能已经落入敌人的手里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接来顺便 我们没有时间去悲伤了 听见没有 这条状态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前后也就不过三分钟 你们警察都是饭头 是是是 我们警察哪能跟县兵比 我们也就抓一个小头小摸 维持个社会治安什么的 抓到的学生叫什么 问过了 叫吴小然 姐 怎么样 手又没有伤着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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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又拉警报了 隔三差五来一回 我都习惯了 可见日本人的日子也不好过 姐 你最近是怎么了 老是心神不宁的 没事 我进去拿拖把 都是那该死的何处厅 快 快 快点 快 来 上来 人不宜了 对 我都不弄着 我还要 想想想想等人 你做什么 是 你做什么 不如我 他今天搞定了 救出 他 拼了 抗日力量 无处不在 什么时候可以安排我们大家安全离开 一起按照计划 在这之前我必须要确定一件事 今晚约定的地点都有谁知道 我 还有王老师和阳光 你们确定小五同学不知道吗 不知道 我们这点组织纪律性还是有的 我没说过 你听到了 那就好 不是我们不信任战友 而是非常时期 需要特别谨慎 好 我先去安排 今晚按照计划到约定地点结合 对了 请把枪还给我 能不能 留一把枪给我们 再留几把子弹 防身运 不可以 赵特别人亲自叮嘱过 任务一结束 枪马上要上交 这是计划 还有 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小五的消息 你们人缘分不光 眼线多 不那么 0 现在这如月 这么做 根本就是徒劳无益 令老师 尽管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根本就不理解我的心情 我 要见赵先生 目前不行 你们现在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安全离开上海 走 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可是事情已经是这样了 我们谁也没有办法改变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我 为什么拉起他不是我 小五是我们队伍中年纪最小的 下个月他才满二十岁 他妈妈把他交给我的时候 是多么信任我 我现在拿什么花给他母亲 你怎么了 问你呢 怎么了 小五知道咱们的集合地点 我告诉他的 你告诉他了 你刚才怎么不说 不行 我得跟李老师说句 你别说 你现在要说了 他们肯定换地方 这小五万一跑出来了 回来找咱们 咱们不在了怎么办 小五十七岁就进咱们演剧队了 他一直很依赖我 当我是他哥哥 这些我都知道 但是你想过没有 万一小五被抓了怎么办 咱们不还有药丸吗 被抓了 那就等于是牺牲了 可是 你说小五那么机灵 他爬 爬树上房样样都行 这他万一能逃过这一劫呢 他肯定会来找咱们 咱们已经丢下他一次了 不能再丢下他第二次 是 快带一开 他这个人记性非常长 什么都不记得 我们只好用这种方式 帮他恢复记忆 那么你也想和他一样吗 不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不知道 我 我真的什么 我真的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你的成判抛弃了你 你居然还要为他们告上秘密 谁再是愚蠢 吴小然同学 这么花样的年华 应该去歌舞厅和漂亮的小姐约会 为什么要参加这么危险的事情 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 说出来 说出来 我就放你回家 我 我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这是纪念 不能问也不敢问 我求求你放了我 我求求你放了我 我想回家 我想我妈 好 既然这样的话 我也不愿意跟你废话 既然你的伤在腿上 那么最好的一切方式 真是结局 不 我不要 我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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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不要 不要 我曾经学过杀牛 人和牛一样 都有关节强 只要锯子调整关节 用力下去 只需咔嚓咔嚓之下 一条完整的小姐 就剪断了 不要 剪断你的眼睛 不要 不要 好好看看你的腿 是怎么离开你的身体的 我胡说 今天晚上九点 杀西兰 有传建议我们离开上海去重庆 巴黄 我要 罗黄 有传建议我们的 他是 我 有传建议你 有传建议我们吗 我 有传建议我们的 从中时 我们报告 又要 翻成功 就蓝有传建议我们的 wurde 出什么事了 说是今天校庆 那市长去他们那儿演讲 被人开箱给打了 死没死不知道 这罕见早晚有这么一天 你听说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人被抓了吗 不知道 你是不是担心丽老师啊 你放心吧 丽老师是个文人 什么游行啊静坐啊抗议这还行 武刀弄枪的他们不行 你放心啊 一定不会是他们 放心啊 不行 我现在不能去找金宝 万一弄巧成拙 反而把火引向他们 对了 到了重庆 你想干什么 是 和你结婚 讨厌 人家说正经的 我也说正经的呢 娶了你 咱俩去当兵吧 我想当空军 驾驶战斗机 从天而降打鬼子 多过瘾啊 得了吧 就冲你晕船那劲儿 你也耽误了空军 你也耽误了空军 想我说的 石头 你饿了吗 一天没吃没喝 能不饿吗 要不我去家里吃的吧 别 不是说我不让外出吗 熬着吧 熬到晚上就好了 这一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你家里人知道吗 舒颖是个明白人 会猜到的 我最怕的就是连累他们 是 佳南 我心里真的好难受 我总觉得 总觉得是我害了同学们 病难受 赵先生不是说过吗 要抗日 就会有牺牲 我真的不是害怕牺牲 我 我只是怕 怕有些事情 不明不白的就 总觉得我们现在就像 一群没有爹没有娘的孩子 时间差不多了 船怎么还不来 船 来啊 船来了 李老师 日本兵 快走 走 快 那有人影啊 是他们到了 要不带人接应他们一下 走吧 再观察一下 再观察一下 日本兵来了 怎么办 掉头 开船 快走 快 快走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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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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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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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快回来 加 comun 越北 越北 走 别管我 快回来 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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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日本人来了 日本人来了 快倒地来了 走 杨光 走 走 杨光 杨光 起来 起来你这个混蛋 走 快 快 跟上 那边 来 小心点 走 老师 你们先走 快 走 小海 小海 老师 快走 别管我 小海 小海 快走 走 小海 小海 老师 快走 大王 石头 起来 石头 走 走 一起走 石头 快 走 起来 再也不走 再也不走我就死给你们看 快走 走啊 石头 李老师 走 走 走 想找老子 没那么容易 别散播了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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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小海 放开 冷静 冷静 大人 冷静 大人 冷静 冷静 大人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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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家南 家南 救命啊 向尔格 显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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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南你不能死 显南你答应我 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 别白费力气 文泉 你之前的担心是对的 都是我的错 是我们太年轻 太简单 是我害了大家 我当初 要是果断地拒绝它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都是我不好 文泉 我昨天晚上 给你写了一封信 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可是你提兵 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佳南 佳南 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先送你去医院 好不好 来 听我把话说完 七年了 我爱你 你知道吗 你心里爱着韩淑儀 我羡慕过 你和谢若雪结婚 我嫉妒过 可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对你的爱 我觉得 我也是幸福的 因为 因为 我可以 和你成为 指通道河的战友 虽然现在 我不能陪你一直走下去 可你 可你 在我心里 是永远 佳南 我到底何都何能 让你这么爱我 爱就爱了 爱就爱了 何必挑剑 如果有来世 还想遇见你 温萱 温萱 你可以吻我一下吗 就当是永别 我 我 如果是永远 能不能跟你一样 我 我 就在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们的天姑 珈rica 珈reto 珈对 珈 Today 我说这个 佳南你不会死的 佳南你刚才答应我的 你不会死的 佳南 佳南你答应我的 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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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南你答应我的 你不会死 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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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归我直接领导 你们不单是我的战友 更是我的亲人 如果真的要走上黄泉路 我赵某人一定首当其冲 为你们开刀 我赵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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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树莹 我是文轩 你好吗 现在人在哪里 我在多利十路八号 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带一些外擦伤药 除了药你还需要什么 不用了 不过你要记得 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若萱 好 我这次赶过去 是不是文轩啊 不是 你别骗我啊 今天雪上那些事 是不是她干的 姐 你跟我说实话呀 是 她怎么样啊 她有没有受伤啊 我要去看她 事情还不明了 你不要去了 不行 我一定要去看她 我要去看她 行吧 我去拿点药 好 坏了 金庄药忘记拿了 在花庄台的抽屉里 好 我去拿 找她 书莹 别哭了 经历过地狱 就不会再有眼泪了 我只是没有想到 一夜之间 所有人都不见了 王老师 阳光 石头 小五 还有苑梅 他们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 当我发现这里人去楼空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 我们一开始就是用来被牺牲的 这里就是那个特派员的住地 是 也许不是 也许这根本不是那个人住的地方 那这会不会很危险 我们离开这儿吧 这个地方 只有我跟嘉楠才知道 应该是安全的 那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这旁边是一个运煤的地方 每天都会运送煤 我准备把煤车离开上海 这些钱你带上 虽然不多 虽然不多 路上用 书莹 也许我又要给你们添麻烦了 一家人别说这样的话 那活着就是老天对我们最大的眷顾 还有 我的事情不要告诉若雪 她越是不冷静 沉不住气 她其实什么都知道了 出门前我把她甩掉了 因为我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天马上就亮了 我要赶紧走 对了 如果之后你们再遇到什么麻烦的事 可以去找谢天赐 我始终觉得她不是个恶魔 你不用担心我们 接下来你要去哪儿 不知道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找出路 可到头来越来越迷茫 无论去哪儿 都要记得还有一个家 记得家里还有亲人在等你 那儿 我寻找最后的心 你是不是 在那就一整天 我去哪儿 你为什么 你什么 我问我 你为什么 我去哪儿 因为我 我っ今儿 我们始终都摆脱不了命运 就像你和我 你不是曾经说过 年轻人绝对不能向命运低头吗 是啊 我曾经说过 年轻人绝不能向命运低头 答应我一件事好不好 照顾好自己 也照顾好弱雪和家冬 我会的 我们等你回来 我叫你轮人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一直哭一直哭 又不讲话 这到底出什么事了 就是啊 你说出来 我没好帮你想想办法 这急死我了 这书影又不在 好了好了 不哭了不哭了 什么事你说出来 不哭了啊 其实没什么大事 昨天晚上 我们姐妹俩吵了一架 让大家担心了 放心吧 我和若雪 上楼好好谈谈 没事呢 这个点 文轩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 你干嘛不让我见他呀 你干嘛呀 你知道他到底干了什么吗 他们刺杀了市长 整个眼区队 除了文轩 所有人都死了 他本来不想让我告诉你 怕你会担心 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让你知道 否则你一致半截 只会把事情闹得更大 你是说 王家南 月梅 杨光 他们全死了 是 都死了 那我更应该跟他在一起了 他这个时候 他需要我陪他的 他现在需要的是逃命 就算是王命天涯 我也要跟他在一起 他一个人已经很难逃走了 何况是带上你 现在你只能自己照顾好自己 让他最大限度的保全性命 他这一走 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他呀 是 嗯 嗯 嗯 我就把我回来了 我再问一次 李文轩到底有没有回来过 没有 李文萱没有来过 全小楼的人都可以作证 难道这里不是他的家 这位不是他的妻子 李文萱长期细家庭于不顾 没有尽他一个做丈夫的责任 我妹妹谢若雪已经和她离婚了 从法律上来讲 她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是你提示离婚的 是 什么理由 你又何必为难一个弱女子呢 离婚这种事情无论主动被动 对一个女人来说 都是一场劫难 但凡这次过得下去 没有人会做这样的选择 长期以来李文萱的行踪 我们一无所知 她一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 这样的丈夫要来干什么 现今这样的世道 谁活着都不容易 谁又顾得上谁 他们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 我也劝我妹妹 趁着年轻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对了 说实话 你们说的我并不相信 这只是你们保全自己的一种方式 韩小姐 我知道你跟武藤浩斯先生关系密切 要不然我早就请你们姐妹俩到宪明队做客了 这次也一样 我暂时放过你们 不是因为我相信你们 而是我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当然了 也不想给武藤县市长麻烦 你们的确很聪明 离婚 是你们脱身的一个好借口 不过请记着 聪明过头那就是愚蠢 来了 那咱们把两手蟑蟑影 八一块 不管的人 八一块 五十岁 我的нак 不hertz 这就是你们背着我干的事 对不起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决定我的命运 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同意 前辑之下只能如此 也就是说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 文轩他们是做什么的 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跟文轩中间 永远都隔着一个米 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 只到他让我做这件事情 我才能猜出一些端倪 道理上我明白 你们是为我好 可是情感上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费心心机换来的 既然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这只是权益之计 你不用再安慰我了 我心里跟明镜一样 你把我绑在文轩身上的绳索剪断了 他就像风筝一样 我再也抓不住他了 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我好 可要我原谅你 我做不到 我妈的东西 你把谁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跟文轩